手机大厂红达电昨天才召开的员工大会 那么整理长周永明他甚至喊出了 明年要拼全球高阶市占数%的目标 但根据路透社最新报道 手机大厂红达电在桃园四条主要产线当中 目前已经有一条产线要暂时停工 并且要考虑委外生产 而对于这样的说法 红达电的回应是绝无停工 或任何出售工厂资产的规划 这是二十二号下午 红达电召开员工大会的现场照片 标题是现在开始改变 亲自主持的就是执行长周永明 对着台下员工信心喊话 不过员工直接挑明了问 面对竞争对手到底有没有对策 周永明松口不再坚持高阶路线 针对中国市场会推出台币五千块机种 全球市占目标要冲上百分之十五 而有人接着又问 红达电有没有想过和苹果一样 制造品牌切开 周永明也说不排除有跟外在合作的可能 在苹果它可能一只手机 可能都有大概二三十几%的所谓的毛利率 但是你反观到红达电 它相对而言大概只有二十%左右 红达电要找谁合作代工 被点名的富之康不予置评 而路透社也报导 红达电有占总产能百分之二十的产线 要暂时停工 考虑委外生产 不过红达电驳斥有停工和出售的传闻 而王水红回国掌权 市场猜测就是要避免内鬼案 弊端再度发生 只是王水红在员工大会上称赞 周永明是我最好的执行长 却还是撑不起股价 23号一路开地走低 跌幅将近三% 收在136块 它如果就以现阶段营运的一个状况 持续下去的话 我认为其实 股价在持续往下破底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非常高 红达电股价能不能摆脱破底危机 现在就看季报 能不能交出让市场跌破眼镜的好成绩 东城林新闻综合报道